妳看看 我覺得我們也 我也很悲哀 我每天在睡覺 聽到在我房門口 叩 搶物 搶物 那個口是 那個口 妳是故意在他門口了 沒有 我沒有時間 只有你 那個口是 全家都在聽得到口 越房間越裡面 口越大聲 是滿詭異的 因為 是雕刻刀跟錘子 然後跟木頭的腳 叩 哭 哭到半夜 好可怕 這也太可怕 他才剛體驗完半夜 三更半夜 有越南人在講話 現在要體驗半夜的 敲木頭的 就是我每次一個角色 我能準備就只有半夜 我就只有半夜能準備 然後他們都是睡覺的時候 我才準備 OK 他現在沒有在我房間講話 哭 不習慣 你會不會希望 齊齊把他工作牌少一點 不會耶 完全不會 不能影響到打麻將 還是說還不夠多 對 我覺得還不夠紅 對 他現在這個是要很專心 在演做一個角色的準備 他等於這些戲劇 都是他的產品 對啊 演員功課很困難耶 那燈輝工作不順心回家的時候 或是他壓力大的時候 你會怎麼幫他一起度過呢 其實他 我不知道他們不順心耶 是我覺得他不順心 通常都是我覺得 是哪裡不夠好 是不是哪裡要再加強一點 還是你也是那種 報喜不報憂的人 其實我覺得 我滿把自己的狀態就是 我只要 我只要認真 對自己問心無愧 其他的 結局會怎麼發展 老天會決定 所以我不會去要求說 我一定要到達什麼樣的位置 或者是一定要到達什麼樣的方向 我只要當下 我覺得我把事情做好 這樣就夠了 所以我滿認真活在當下 所以我不會去想太多 未來的事情 那反而是你有時候覺得 他會覺得說 不是 你這樣子 你看你可能是 別人都有固定的什麼東西 你現在什麼都沒有 然後別人有一個什麼 可能節目 然後可以主持 然後可以很收入穩定 你也什麼都沒有 那你這樣子 他就會煩惱很多 不過未來會不會 會不會你有一天就 如果突然沒戲了 那你是不是就沒收入了 他就煩惱這個 但我不會 因為我煩惱 我現在這個角色 我都來不及 我沒有辦法想到 那麼久的後面 所以你算是鼓勵型的嗎 你會鼓勵他嗎 我就是不要太逼迫他 現在我自己就會 我一直會調整自己 就變成說 那我相信說 去有什麼副業去做一下 去想一下 可是他都會阻止我 我媽也會阻止我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暴躁 就是因為你會覺得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很穩定的感覺 我自己會這樣子 那因為拍戲真的跟 拍戲真的收入 等於是會少掉一大半 是真的 然後他又要這麼投入 感覺又很傷身體這樣子 他很白癡耶 他做的服務業是把錢丟了 我說你帶我去看點在哪裡 他也不知道 搜尋了 半天我開車帶他去中永和 找不到那家店 要許我 我被我氣死 他每次 他每次都把錢丟了 也不問說 詐騙 是在幹嘛幹嘛的 他真的很好騙 那我很生氣耶 你如果要投 你找他他好騙 他就職負把錢丟出去 然後他也不管 他是被我逼的 被我逼的 好不容易講出來 好喊 很好騙 你會不會擔心他的身體狀況 現在 其實我每年都會 強制他去做身體健康檢查 因為他有 他有吸 就是吸肝吧 那你要很小心耶 但是他的吸肝 但是屬於比較好的吸肝 就是有去 就是每年 每半個月要追蹤一次 然後就是 什麼大腸鏡什麼的 因為就是 藝人的感覺是 藝人的痛病的感覺 藝人真的是 就作息不正常啊 什麼都不太正常 然後壓力又真的是巨大 所以我就會 逼他去做健康檢查 然後看就覺得 一切都穩定就好了 就只能這樣子 OK 那今天呢 錄影呢 現場也有個小驚喜要給你們 來喔 選擇 今天是我女兒 也是誰生日 皇太后十歲生日 恭喜妳 她很開心 祝妳生日快樂 祝妳生日快樂 走過去啊 祝妳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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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許願了對不對 可以 好 沒有 我這一個是不一樣的 這一個是在節目裡面 今天是你十歲生日對不對 你先許一個願 對,許一個願 我希望可以養一隻貓 對,阿嬤都不給他養 第二個願望 我希望爸爸可以發大財 漂亮 第三個不能講出來 放在心裡 第三個想 要認真想 好 這個 來,然後這裡有蠟燭 用力 要大力 用力 要大力 用力 要大力 大力 一,用力 好累 這整個 這整個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十歲了耶 好棒哦 對,謝謝 對啊 她的願望會實現嗎 我跟你講 這個 每次看到她許願的時候 我心裡面都有一股淡淡的哀傷 然後她每年 她好像從董事之後 她就會許 我想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 她每年都許同一個願望 是 然後到 但她前幾年 她突然問我說 爸爸 為什麼 我說可能要等很久 然後我就覺得有一點難過 因為我必須賺更多的錢 才可以給她一個自己的房間 但今年很神奇 她知道不會實現 所以你必須 想說還是來一隻貓好了 直接買之後 會不會快一點 會不會比較快 你為什麼會想養貓咪 她眼眶泛淚耶 對啊 她 我跟你講 沒關係,來,我跟妳講 她放棄她的房間 我跟你講,黃太后 會,有一天會有 我會 我會更努力,好不好 然後希望很快 就可以給你一個自己的房間 好不好 你要相信爸爸 要給爸爸鼓勵 有一天爸爸會給你一個房間 裡面還有好多隻貓 好不好 一定會的 爸爸這麼努力 對 我會給你自己一個人 一個城堡 然後裡面 全部都是貓 好可怕 好可怕 養六十隻貓 好像有點可怕 兩隻嚇死啊 對不對 裡面都沒有人,只有貓 好可怕 OK,最後請黃鐙輝代表全家 好不好 要不要講一些感性的話 我覺得 我就是因為有他們這一群可愛的家人 然後小朋友 每次在內回到家裡面 看到小朋友的笑容 或者他們睡覺的天使的臉龐 我就覺得 其實那些累都不算什麼 然後看到半夜 奇媽在帶小孩 七早八早在做早餐 然後就覺得 還好有一個人幫我 然後把這些小天使照顧得很好 然後跟我老婆這樣無微不至的 就是在工作上 然後跟私底下 不管我大大小小的私事 甚至連洗完澡之後 我看我臉乾乾的 黃鐙輝,你臉擦了沒有 過來幫我擦 擦乳液什麼 就是連這種這麼小的事 他都會幫我做到 讓我無後顧之餘 所以真的謝謝他們 希望以後我真的可以讓他們 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想要出國旅遊就出國旅遊 想要有自己房間就自己房間 然後我老婆想要買什麼名牌 把我想要買什麼名牌 任他買 希望有那麼一天 我會盡我的全力 讓他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但是你要記得 一家之主 健康就是這個家最重要的根本 對,所以我最近要去你的健身房 要有運動一下 對 你會這麼很棒,你知道嗎 而且身體檢查 我跟你講,這要定期做 也不要太勞累 好 也希望你可以早一點好不好 好的 找到你幸福的來源 趕快跟上東一個腳步 好不好 謝謝整體組 我就教你一招了 先上車後補 喂 真可怕 希望你能夠找到像琪媽這樣的伴侶 好的 今天我們的節目 還有可以在哪裡看得到呢 是的 在聽媽媽的話 臉書、粉絲團 YouTube、IG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按讚、追蹤 好的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鄧薇佳人 謝謝 謝謝 媽媽的話下次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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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